把蛤蜊 鱿鱼 花枝 蟹肉 棒蛋菜 多种海鲜全放在锅内开始调味 另一头已经处理好的鱼蛋写上价格 旁边还有盒装白虾 这一道道美味海鲜船banban 都是要给早已订好的旅行团享用 花莲海鲜名店业者却在前一天深夜接到电话 是旅行团的 它里面有人被隔离 一共30位原本订了3桌 然而因为桃鸡爆发群聚 就有其中一员被匡列居家隔离 除了他们的旅行泡汤 餐厅花了成本约1万多元准备好的食材 总不能退回给厂商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东西 只要我们有些比较多量的 我们就要先备好货 尤其是现在天气不稳定 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去赶快先找 现在只能透过其他料理方式 用网络或者通讯软体 以便当方式来销售 多多少少降低损失 而受到这波疫情影响的不止餐厅 这间是我们的六滑梯五人房 他们总共是五个人 两个大人三个小朋友 也是临时决定 就是昨天取消 业者收到消息 客人表示原本订好的房间 也付好订金了 但因为住在中立 近日爆发的桃鸡疫情 影响到出游意愿 得取消订房 陆陆续续基本上这几天 其实都有接到客人的询问 就是万一疫情只要一升级的话 他们要取消的一些办法 这样子 也看中央疫情是否会继续升级 我们也会采取其他必要的 一个流量的控制 有六滑梯的房间 因为能让小孩在室内放电 本来很夯很抢手 现在疫情升温 游客自己也会怕 把一月中的订单取消 六滑梯下次再来滑 外头的鹿五松美照 也只能择日再拍 TVBS新闻高中 寻听花点放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